我们每年都会先把样取回来 把它做一个我们叫T2西式 涂在这个培养机上 让它长起来 看谁的产生能力强 然后再去观察它的形态什么样子 最后形成我们宝藏的一个菌株 在黑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 研究者们正在进行一项精密的测试 他们研究的不是什么高清尖项目 而是普普通通的大白菜 林老师和同事们 正在将这种堪称中国国菜的家常食材 用科技的方式演变成 东北人餐桌上的半地江山 酸菜 大白菜今生的地位 来源于它遥远的前世 在中国人食谱中 任何一种食材的更新迭代 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菜市场就是一个物竞天择的隐形战场 这是一种今天中国人的餐桌上 很少见到的葵菜 在元代之前的一千多年中 它凭着类似油脂的滑腻口感 始终占据了中国人食谱上的头把胶椅 直到另一种蔬菜的翻身上位 扬州 老马家的菜地里 大菜到了收获的季节 在历史上 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松菜 这是中国古代 对十字花科植物的范称 宋元时期 松菜取代葵菜 成为了当时中国人最主要的蔬菜 在今天 大菜仍然是扬州家家户户必备的粤东菜 老马一车二百多斤的大菜 在巷子里转上一圈 就被一抢而空 大菜 大菜业大精肥 有一种天然的甜味 最适合拿来做汤 南宋路由就曾亲自记录了一道汤羹的做法 以松菜 山药 芋 来福 杂为之 不失稀酱 山袍 蒸烹也 在扬州 仍然流传着这种大菜烧芋头的做法 软糯的芋头配上大菜的鲜甜 清淡适口 虽是家常小菜 却能经久不衰 历史上的蔬菜对中国人来说 绝对不是左餐和美味这么简单 松菜产量大 耐储藏 只需经过食盐的简单处理 就能变成冬天的咸菜和开春的梅干菜 栽荒时期 松菜就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在宋朝人的餐桌上 他也正是凭借着这些特性取代了葵菜的霸主地位 但松菜的进化之路还远未结束 任何一种食材的演变都与人相关 扬州 京杭大运河 这里是历史上沟通南北最重要的通道 松菜就在这条通道上 开始了它奇幻般的变身之旅 肥美硕大的松菜 被宋人沿河北上一路带到北方 但由于水土气候的差异 松菜在北方根本无法繁殖 而此时 北方餐桌上的主宰是乌金 两个同属十字花科的蔬菜 倔强地固守着各自的领土 不知是意外还是人为 棍种在北方的松菜和乌金 竟然杂交演化出了一个新的品种 白菜 而且奇迹般地适应了南北的水土气候 这种包容的特性 让它在明清时期 成为南北皆宜的国菜 在这场横跨千年的蔬菜之争中 白菜的最终胜利来自于人的需要和选择 山东焦州 老赵正在检验菜地里白菜的包心程度 沙制土壤加上椒合的甜水 共同孕育出了这种口感鲜甜的焦州白菜 让它从清朝时期就名扬天下 虽然还不到收获的季节 但白菜在任何生长阶段都可食用 大白菜菜路宽 不兰味 半呛烟炒皆宜 既可单独成菜 又可以与众多原料搭配 大白菜敦厚宽容 不争不抢 却在众多蔬菜的竞争中 稳稳占据头把胶仪 在焦州有一种白菜包白菜的做法 菜帮和老叶剁馅调味 嫩叶部分上锅蒸卵做皮 用白菜叶包裹白菜馅 挂糊油煎直至两面焦黄 这是当地另一种形态的饺子 依靠着这种特殊的饺子 焦州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饥荒年 但当白菜都无法养活它们的时候 焦州人就只能自己闯出一条活路 十月的东北 白菜到了收获的季节 这里种植的是一百多年前 山东人闯关东时带来的白菜品种 它们陪着世代闯关东的移民 闯过了一道道生死关 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生存下来 今天能砍吗 能砍 就是现在有砍一点 行 这块地能多少 这块有一赏多地 对 掉下这种品种 包裹还挺实 黑龙江大学的林老师专程赶来 喂的就是这块山东白菜 山东白菜黄心大叶 饱满锦食 是制作东北酸菜最好的品种 东北天气苦寒 冬季漫长 缺少新鲜蔬菜 腌酸菜 就是世代东北人最主要的月冬菜 同志们 现在这个菌呢 大家都看到了 是我们实验室保存着做酸菜的 这个原始的菌株 这个菌非常来之不易 我们曾经的师兄师姐 分离了半年的时间 才分离到 当时分得都快哭了 我们大家有的同学 坐在酸菜这个组里 腌酸菜还不适应 觉得能换一个做点高大上的 什么高大上 是不是 告诉大家 咱们做的工作是有科技含量的 是科技的酸菜 这是林老师每年都要给学生们 闭上的一课 把腌酸菜当成研究课题 很多学生都会不理解 但这件事情 林老师已经干了13年 当时应该是老师领了我们 去各个家采样 看那一家酸菜钢 闻味儿挺好 取一点样 我们回去作为研究 很多人也不理解 说你们一个生物系 怎么开始搞腌酸菜这种事 这种事家里大娘都能做 又用不着你们 我说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 科技一介的事 引入到一个传统的腌制过程里面去 哈尔滨阿诚 林老师的母亲正在用她的土办法腌酸菜 这也是林老师当初决心制作科技酸菜的原因 东北人呢就是从小吃的酸菜长大的 所以对这份很有亲切感 我年年都得腌 孩子不让腌 说这个你腌的酸菜臭 我从小就吃着味道长大的 我跟你那不一样 我还得腌点 你们不吃我吃 儿子回来了 就你自己在家 我爸呢 爸生物园了 能不能 不了 你怎么没去呢 我这不下白菜去嘛 买点白菜 已经找到鸡上了 又腌酸菜干啥 腌好几百嘴 你还自己腌 自己腌这些年了 感觉自己腌的菜好吃 你这个菜我叫吃不出味儿似的 行 那你少腌点 少腌几颗 没腌多 我就腌着几十斤 石头也得刷干净点 嗯 咱点全是菊 你整菊菊的 哪那些的菊呢 人身体都有菊 但是吧 你得分什么菊 行行行 别吵了 行 哪天咱这吃 你这也拿来 我这也吃 看您的好吃 还是我这好吃 行不行 肯定你这好吃 肯定你这好吃 这是每年都会上演的一次争执 科学说服不了母亲 对于灵妈妈这一代东北人来说 腌酸菜 早已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保存食物的方法 已经在时光里 固化成一种地狱的习俗 东北颠酸菜做起来简单粗广 一层白菜一层盐 层层麻满 自然发酵 剩下的工作就全部交给时间了 小时候吃酸菜是非常多的 我其实记忆中是挺反感 为什么反感呢 就是家里的酸菜太酸了 从我们角度来看 每一个酸菜缸它发酵 都有一些独自的特定群群在里面 那它代谢产物就不一样 所以说造成每一家的不一样 所以就有了一个想法 那它的风味一定要同一的 酸菜是每一个东北人的记忆 腌制恰到好处的酸菜 酸味绵柔 松软 清脆 地道的东北人用鼻子一闻 就能完成对一缸酸菜的品鉴 甚至联想到白肉 血肠 粉条 与之搭配而呈现出的活色生香 林老师想用自己的生物科学的办法 把记忆中最好吃的酸菜滋味固定下来 让无数像母亲一样的东北人 吃上健康卫生的酸菜 零下74度的冰箱里 冷冻的林老师精心培育的乳酸菌 只需一滴 就能激活复制出整个冬天所需的用量 与家常酸菜缸里的乳酸菌不同 它所分解产生的L型乳酸 可以被人体吸收 不但保证健康 还能保证口味的纯正 但同时也对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 工厂里两万斤白菜正在清洗下罐 所有的工序都要求无菌操作 大白菜在东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密封的大罐里 白菜正在进行着奇妙的转化 乳酸菌吸取白菜汁液中的糖分 迅速生长繁殖 同时代谢出乳酸 大量的乳酸分子进入白菜内部纤维 将白菜变酸的同时 也分解转化出氨基酸等一系列的风味物质 三十天后 新鲜白菜就转化成了 加加离不了的酸菜了 酸菜出炉的时候 林老师必须亲自到场 除了各种科学素质的监测 十几年腌酸菜的经验 让林老师锻炼出了极其敏锐的口感 有了精心培育的乳酸菌 加上时间和温度的严密控制 林老师用科学把东北的味道牢牢锁定 酸菜一出炉 林老师就想把它拿给母亲品尝 用科学发酵的酸菜 替代传统酸菜的操作方式 是她十几年研究酸菜最大的心愿 而母亲就是她的第一个检验者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 林妈妈的酸菜也已经新鲜出炉 做饭呢 妈 做饭 酸菜行吗你那个 我酸菜咋不行呢 还是有菌 它是腐败菌长起来了 这个还是少吃 你以后吃我拿那个吧 尝尝吧 别说你的好吃 别说我的好吃 不是 以后都是你做的好吃 但是我那干净尾生一点 不是 咱俩这样都吃 先生你那炖酸菜粉 行 我是蘸酱怎么样 对 用我那个做 行 好 一道酸菜粉条 一道酸菜蘸大酱 母子之间的酸菜对决没有胜负 就像这个传统与现代共存的时代 时代在变 口味在变 但不变的 是东北人对酸菜的热爱 酸菜粉 酸菜饺子 酸菜面 乳花肉 白肉 烤的 烤的乳花肉 特别好吃 基本咱俩都一样 我们这些实验就非常有意义 它就像是那种 增添色彩 对 就没有人知道的晚上 超级英雄拯救了世界 没有人知道这些工作 但是我们这些科研结果已经进入到大家的生活里了 每一代东北人都有自己对酸菜的理解 会有分歧 会有改变 但同样也会有发展 在东北人的餐桌上 酸菜完成了它最后的发酵 那是时间和亲情酝酿出的另一种感受 从一千多年前的松菜到东北的酸菜 白菜走过了它的前世今生 而始终与白菜同行的 是行走在路上的中国人 中国人吃下的每一口食物 都能咀嚼出复杂深远的历史矿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